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这个炆腿和牛腿之前 我们先讲一下这三个字 腿 腿 腿 三个腿字的音是相同的 意思是不同的 首先讲一下腿字头的腿 好疼啊 腿衣服穿 这个腿就相当于普通话的旗 普通话就没有了腿的说法 例如广府话的讲腿 是保留着先秦时代中原人的说法 2000几年前那本历史书 《春秋左侍传》 第二篇文就有这个腿 它的意思和用法 都跟现在的广府话一模一样 那为什么普通话不一样 广府话反而一样呢 那就要回顾一下历史来找答案了 有人以为广府人纯粹是南韩的后代 这是个大误解 话说秦始皇派了五十万人到岭南 至终绝大部分都是留在里面 秦始皇还派了一万五千个少女 来和一部分的仗士成家 大家可以想想 2200年前 一年广府地区就有一万五千个 纯粽中原人的家庭 有几十万个中原男人 和本地女人结合的家庭 还有 秦朝打后 中原的战火不断 大量的中原居民走难南千 你随便问一下有些有族谱记载的家族 问一下他们祖先在哪里 他们十之八九都说 听说我们祖先是由南红珠基行那里搬过来的 那南红珠基行 难道是人类发言地吗 什么这么多人都是在那里来的 其实啊 南红珠基行就是个中转站 很多家族的祖先 都是由中原先去那里 避开中原的战乱 然后看定些再向南全部 如果知道这些历史 就不会说广古人纯粹 南华后代 嗚呼 可怜我千里飘鸣 那是才能重犯迅速啊 相公 中原是在这么旺 等我把孩子分上来再说吧 可是孩子出生了以后 我们拿什么比他穿 拿什么比他吃啊 相公落堂 平南肥股肥沃 牧场风扰 必是密集的好地方 只要我们的智力分身 相公落堂 对我们的生物啊 啊 仰叔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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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再有文化的方法 中原那边从来是 英雄或者梟雄争天下的地方 千千万万的人 千里万里的田园屋 打荒打死就把荣把烂 而岭南基本上是自身之外 等到战火燒到你岭南了 已经是输赢败局以令 所以这边的破坏就不大 中原救物在岭南 实际得到更好的保护 这个笔字 其实就是一块活化石 有人问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字 写成单人旁一个碑字 我估计这个字呢 是以前的香港文人 创造出来的 那些文人呢 英文水平就很高了 中文水平呢 已经是文化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找回这个原字了 为什么有金碗不拿 就要拿个乞丝盆呢 他就找回你来说 啊 这些这样的文化石 还有很多呢 比如我们现在说的大笔 这个笔字 二千一百多年前 整书那本《礼姬》 就有这个笔字 意思和用法 亦都跟我们一模一样 那提到的笔字呢 就有跟这个字相关 很有趣的广谱话 鸡腿把人牙交业 这句话呢 跟普通话所说的 吃女人家的嘴软 那样的意思呢 就是一样的 但是呢 讲话喜欢灰鞋的广谱人呢 特别提到的鸡腿 那样就比那个吃料呢 就生动形状得多了 哇 只不过是请你吃过一顿饭